各位早上,今天是9月20日 昨晚美股方面全线反弹 三大指数高收,纳指升0.7% 今星期是议息 议息会议前后通常比较波动 为何昨晚的反弹很重要 因为前几天跌得多的时候 累跌后的一个轻微反弹 港股也是,已经试了3月底 18,400左右 昨天低位是18,400 现在只是稍微反弹 最新行升指数上18,700 升200点 虽然单日期是升 但整体是向下走势 仍是偏弱 议息前后仍是审慎的态度